《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舊鐘邁位收聽 收聽《風雲谷》 今天就是《風雲谷》 推出與全球華人見面的一周年 短短一年裏面 也不能說短了 這一年真的是風起雲湧 香港對外的移民就加劇了 經過這個所謂的動態清零 可以說這一年是非常驚心動魄 我和鮑偉聰非常慶幸 可以和《風雲谷》廣大的谷友 一起度過這個叫荊塗海浪 所以也非常非常感謝各位一年來 充心的支持 和不離不棄 在手機的螢幕面前也好 在電視的螢幕面前也好 和我們度過這麼多的風雲 當然也非常歡迎各位繼續支持 和提出種種的高見來指導 首先我要聲明我不是所謂的KOL 這個名詞我是覺得有一點點厭惡的 因為不知道在哪裡發明的 叫做Key for Millian Leader 這個一譯做中文在中國人社會 可以說是非常危險 因為所謂的意見領袖 是隨時會激起一些極權的統治者的那種仇恨 因為他們這些人覺得民間有任何領袖 就是有對這個叫政權不軌的意圖 其實是很冤枉的 我又沒有叫過自己是第一才子 你也沒有說過你自己是Key Opinion Leader 但是在這個網絡世代就是這麼無辜的 那些人就會將那些標籤 這些標籤無論是讚美還是辱罵 是這個叫誅心之論的種種的抹黑 還是一些集非城市都不是你說的 不過是這麼久是別人這麼說的 這些台舉或者讚譽種種的稱為 都會令到這個網絡世代 尤其是被人斷章取義 是會吃死貓 一旦你吃死貓 難道是你每一條去反駁回擊和辯論嗎 所以這些人的風雲谷是非常之有挑戰性 沒錯 多謝各位的支持 還有還有一隻風雲貓在我們身邊 是吧 就是廖爾作伴 所以就非常之感謝各位繼續繼續的一些戀意 尤其是未來幾個月 我相信在中國和在世界 那個形勢會進入白熱化 這幾天發生的事情 他以下是不再一直說 台海戰爭有多少風險 總之大家都是心中有數 這個世界的風雲變幻 昨天是真明天變假 昨天黑今天白 昨天明明還是對的或者沒有東西的 明天就變成了全部犯法 要全部被拘捕 很多事情大家有眼見和心照 所以風雲宮一周年這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我就非常有感慨了 無論天涯海角 總之你留也好 離開也好 我再次重申 都是一個慎重的決定 是不是 尤其是為了子女 選擇要去英國 或者加拿大 在這個時候 總之想清楚一點 那一步走出去 就義無反顧了 很多事情 你都知道 現在決定作出了 是沒有辦法反過來 是不是 其實我也很感謝這麼多位觀眾聽眾的支持 因為風雲谷一周年 其實都很感慨的 因為一年來都很多的風風雨雨 另外就是以前我和你在電台做的光明頂 因為主要都是通過大器電波 小部分通過網絡去收聽 但是始終接觸的層面 都沒有及這個YouTube網絡這麼闊 那真的我的感覺就突然間 好像面對了全世界的觀眾一樣 對於我們是很大的鼓舞 也都希望你們繼續得到支持 另外我也有一點點感覺就是 其實這一年來 世界的局勢變化得很快 比如說剛剛我們 新聞看到 俄羅斯在黑海上的空迫降了 或者叫撞擊了一架無人 美國的無人機 說這些事件一夜之間就可以發生的了 你都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們其實真的會緊守我們的崗位 其實我不敢自稱是KOL 更加才子這個名稱 哇 遙遠得肯 我只是承認自己是一個節目主持人 跟當初的初心在光明頂一樣 我們只是節目主持人而已 我就不敢居公的 所以呢 做人都是謙虛的好 陶先生 向你學習 或者是 不是謙虛的 講事實和理性 是吧 一向我們都標榜 我和你不是真理的代表 不過呢 是吧 就是有一些特別的經驗 或者是專業 或者有上下的年齡 在這個時候 那個代溝的對立這麼嚴重的時候 一旦你批評某一套戲不好看 或者你說某一件事 你有不同的看法 現在就會除了顏色之爭 還有年齡之爭 是吧 所以我們看著這一年 那個文字不斷衰退 加上這些手機網絡社交媒體的重組 那種再加上這個TikTok抖音之盛行 是吧 這些奧斯卡頒獎禮 是吧 和奧斯卡所謂的最佳電影 我和你都以前在電台 光明頂都說 是吧 就是那個左膠性行 反制是加劇 是吧 在這個時候 最重要是要堅持事實 理性 和一個講道理 一個堅決的態度和底線 是吧 所以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叫封雲都一周年的時候 為什麼會特別有意義呢 就是大陸那個所謂的兩會剛剛結束 就已經傳出中國是會收緊對自媒體的管控 即是說對於言論 在兩會之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式是稱第三任的 叫做帝位之後 一定會對於下一步 首先是大陸會不會連結香港呢 是很有可能的 一會兒我們繼續去討論 是要繼續打擊所謂的造謠傳媒 然後 這些新聞和消息傳出來都要接著的字眼 他說 禁止自媒體 借宏觀經濟形勢 社會營營營事件 如果禁止She氛觀經濟營營營營營造的效兩者 希望是不同的eschön的 shouted 他很多時發展到了 nước dum di Sijia 這種先的東西得很輕實的 Autonomесpy 可以議ج了 ев Sri μέ想要頭到封雲 這一點是所以自動最適合 這一段這樣的消息 這一段這樣的新聞 最近是流露出來的 是不是? 就是說以前你雖然不直接評論政治 就是大陸那些這樣的網紅 你只是說GDP 或者到底是不是有6億人 每個月只收入1,000元 這句話就不是網民或者叫KOL說的 是中國總理李克強自己說的 如果他說了之後 其他的評論人就這件事 或者就這兩個數字 6億人收入不夠1,000元 紛紛是表達自己對中國經濟狀況的看法 經濟不是政治 以後是分分鐘都不行的 因為它隨時可以說你斷章取義 隨時可以說你借經濟的問題 是煽動社會對立 這些詞彙和罪名越來越寬闊 和越來越空凡 越來越可以隨便入罪 是吧? 中國自媒體人擔心 他們大陸的言論空間進一步擠壓 隨時惹上官非 是不是? 但是是不是大陸是這樣呢? 香港又會怎麼樣呢? 是吧? 加上習近平三連任的3月10日 最新的例子就非常之魔幻了 竟然是袁世凱1921年 即是說是1802年之前 正式登位做中華民國總統的日子 跟著之後袁世凱就宣佈稱帝 為什麼兩會是開會那天 簡直是袁世凱掌權那天呢? 那些網民就非常之聰明 於是這個名字叫袁世凱這個名字 當時在大陸是禁住了 是不是? 而且還有其他的資訊 都是被視為敏感的釘牌 是不是? 沒錯 如果根據現在網絡上面的消息 整個那個網絡的控制不只是恐怖 是可笑應該說 除了剛才你提及 因為那個登基的日子 袁世凱的3月10日 和習近平的三連任是一模一樣之外 其實連帶袁世凱之外的字眼都要被禁 例如一個叫二次元 就是說袁世凱的二次方 也是被禁 永續執政也是被禁 然後2952這個很敏感的數字 原來都不行 因為習近平得到的票數 是2952票 所以你在網絡上面 寫2952這四個號碼 都是會被屏蔽的 那這些全部都納入了 所謂的過濾和屏蔽的字眼 那這些這樣的字其實 越來越多 不允許去發佈的 那現在大陸的那些網民 就用盡 不是用盡 就是嘗試用其他的方法去表達 還有很多其實已經上了位的 這些所謂的自媒體 就是其實大陸的KOL 那就更加人人自危 因為很明顯 官方現在想打擊的 就是這幫 在網絡上面有影響力 還有從中找到大錢的人 因為其實國家都在窮 隨時將他們的財路 就斷了 或者令到他們要聽話 跟隨官方的立場去宣傳 現在這個情況就正正的開始 因為網信就是由12號 3月12號開始 一年兩個月對於這些自媒體的監控打擊 那現在的情況只不過是開始的 究竟會不會有人被抓 或者有哪些自媒體自己收工 不再做呢 那這些就要密切監控了 這個2952是因為中國主席習近平 在兩會裡面連任之後叫做全票贊成的數字 如果這個數字是不是這樣 那香港這麼多年 那什麼689、777這些 以後你們都不用止意想 就可以在網絡上那麼容易就出現了 是不是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和這個趨勢 將會在3月之後 我覺得會加劇 在網絡上有一個很正當的理由 就是分分鐘是以備戰為借口 一旦備戰是裡面的言論 和種種的自由是必定收緊的 我記得我一早已經很多年前說過 1950年中國的政權出現變動之後 很快就發生韓戰 發生韓戰的期間也是毛澤東在大陸國內加強鎮壓的理由 這個槍斃地主反革命 然後公私合營提早舉行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 批判電影母份轉 然後批胡適 這些全部在1950年韓戰之後一浪接一浪 1950至1953 一直是韓戰 然後雖然1953年結束 但是這股勢還未踩得到 一直到1955到1957的反右是到達高潮 所以現在中國的民間輿論方面 進入一個這樣的收緊的大巡 新的循環 現在種種的跡象是很像的 不過的分別就是當年5050年的時候 香港是殖民地 大陸怎麼封閉和數字式分子呢 香港在葛亮雄管治的時代是不受波及 現在當然不是 是一起捆綁 所以根據這個 種種現在的跡象顯示 就不方是會有一個更加自由的日子 好了 沒問題 或者你覺得你不犯就犯就犯了 但是正如我們講過 我們講過現在香港的 香港的一個國際金融貿易社會 是很依賴於新聞和資訊的自由 OK 如果你沒有新聞和諸信 你沒有數據 沒有數據你就不能分析 不然你瞞瞜的 它來換取那些資訊和數據 然後你自己分析的話 你得到的數據和資料 它可以說是造謠和傳謠 還有是片面去煽動對立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國安法管轄之下的事 未來香港是怎樣呢 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最近是提出一些很新的觀點 而且這個人物也是公視娛樂界出身 來呼應大陸最近兩會結束之後收緊娛樂這樣的氣氛 這位猛人就是港區的全國人大代表 也是香港珠海社團總會會長鄺美雲小姐 你也知道鄺美雲以前演藝界都有很多作品 唱歌又演戲 現在就變成一個主席 原來他在兩會期間有些提案 他提案了什麼呢 是有關於肅清中小學問題教材 教父就是那些輔助的材料 和兒童讀物的建議 裡面他很厲害 他就說很多的教材 他認為是醜化和詆毀中華民族的形象 崇洋未愛 所以這些這樣的題材 或者兒童毒物 對青少年的成長有影響 影響他們的價值觀 然後他就認為要縮清 用縮清這個字眼 那首先鄺主席 根據我們看到這個 香港珠海社團總會自己發佈的那個訪問紀錄 他說他今年以人大代表的身份 寫出關於教育和文化安全的建議 這個叫做國家安全 我們也知道 顛覆政權和金融經濟安全 現在還加了一樣東西叫做文化安全 是不是 教育安全 是不是 接著 他說近年香港和內地 不只管香港 他也說了大陸 他說大陸到先後有 中小學教材 教育輔助毒物 兒童毒物等被揭發內容不妥 除內容不準確表述偏頗 更包括嚴重的問題 這個鄺主席突然間搖身一變 是變為一位教育專家 和開始指點了大陸的那些教材 都有嚴重不妥 這個呢 就真是胎脫視野 是另一個香港人 真正是關心到祖國的問題 那記者呢 聽著一聽都可能都嚇一驚 嘩 一筆這樣掃過來 那個視像這麼大 請你舉個例子 你知道嗎 鄺美雲就這麼說 人家叫他舉例子 他怎麼回答呢 他說例如 他媽媽說 是女生人就會看到 他媽媽說 那身上有的 牛海是很兇的 但是他媽媽說 他都要說 但是中國的 問題 還是這個病毒 但這大陸的 是一口 everybody 是這個病毒 那些人都很潮汐 但是看來是像大陸人 人家都說叫你舉個例子 但鄺美雲那幾句是沒有例子舉到 例如什麼呢 例如誒毀和醜化中華民族的形象崇洋未來 很危險 那樣 人家記者叫他舉個例子 你這些應該怎麼回答呢 舉例來說 例如某一本教科書 某一家出版社 他那一本叫歷史 第三課 那本書的第十五頁 講到某某某某某某的時候 這個用字和用句就是叫做 詆毀中華民族形象 他沒有舉例子 所以他的答法就是 禍害實在令人擔憂 是不是 然後記者就問 你一向十分關注教育 同時捐贈很多學校 為何對教育安全感的興趣 這個記者問的都問的都挺奇怪的 如果你問他 你一向只不過是一個個性 是一個影視界的人士 你如果這麼關注教育 是不是? 是一個這樣的制高點 提高一些提出這樣的提案 請問就指那些讀教育學位 那些文化教師於何地呢? 知道嗎? 是不是? 人家的記者的潛台詞是這樣 就是說教育是一個專科 那你現在一位前歌星這樣走出來 還要教大陸那些教育課場 他怎麼騙請問你有什麼資格呢? 那接著一看會長怎麼回答呢? 是不是? 教育是人之根本 我國處於民族復興主要階段人才 但自己要看不是就走出來的 他們就看過不涉及寶貨 以前看過不涉及支持 他們沒有接受一個誘導 他們說他們的看過不涉及感謝最後的誘導 他們想看著這個誘導 信息是...... 你們知道是從來的 他們也未有講出來的 那它的誘導 信息是甚至它的誘導 那它都是一般的誘導 信息是從來的 但是這根本 許大家就是要哀導 那他就可以寫一個條理想要去的 安全教育士不能放鬆警惕 一定要嚴格審批程式 再也不能讓有高度權威性、正確性和嚴肅性的教材 有這麼多問題 說這裡呢 這個答案又是重複第一和第二的 不過這樣 既然抗會長在兩會這麼高度提出來 我就覺得香港特區教育局 是不是應該聘請抗美雲女同志 你剛才說小姐也不對 做香港的教育改革委員會的會長呢 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這些言辭來說 是非常跟大陸的地氣接軌 當然了 陶先生 你這麼認真分析他的答案 當然要認真 因為這個兩會 大哥 是不是 習近平在台上 李強 你下面那些 還有後面都有香港兩會的高層代表 你說怎麼不認真 當然是認真 對不對 我講的要認真的問題 大家都猜得到 他為什麼會這樣回答呢 是因為其實那份稿呢 一定是有文膽 或者寫手幫他寫好 其實他照字讀稿 裡面根本他就沒有一個深入的理解 或者是真的他的想法 針對什麼的教材 什麼的讀本呢 他認為是影響國家安全 甚至 甚至 連應該要怎樣去 改革這些這樣的教材呢 其實都沒有具體的細節的 你經常都說要有細節嘛 所以其實他這個回答呢 是讀稿機器來的 不過都不要緊 整個兩會人大都是讀稿機器的啦 很多人 大家都希望在一個主人的面前 去表現一下自己 但是現在那個問題就是 除了這些我們都已經聽慣聽熟的 叫八股的國家安全的說法呢 我反而是值得留意擔心的是 去到最後那一點呢 裡面 去提議 就是鼓勵市民大眾舉報不良作品 是啊 對於違規的產品要追溯 這個源頭 作者、生產者、資助者 全部要問責 這部分才得人害怕 還有這部分呢 對香港那個影響是很深遠的 因為他不止 不止那個作者 不止那個出版人 生產者就是印那個 資助者 可能呢 你曾經捐過錢 去做這件事的 全部都要揹索文集 所以 鄺美雲呢 其實他不是 沒有細節的 但是細節在什麼呢 細節在於舉報 他的重點是 舉報那裡很有細節的 是 因為他都說了給你聽 陶先生 是啊 所以 為什麼我們今天 是要引述抗會長這番說話 還有最新的這個叫做兩會之後 據說呢 是會嚴控網絡輿 你一起來向大家推介 來慶祝風雲谷一周年 是吧 我們除了和抗會長報佳音之外 還介紹各位認識到的 舉報才是重點 只不過舉例他也舉不到 記者 舉例你舉不到 叫你多多舉報 是吧 好了 那你們這些香港人 那些學生家長 你怎麼舉報呢 就根據抗美雲的認知 程度和指引方向去舉報 是吧 但凡你覺得 你家裡 或者你那些學生仔 聽到上課 聽到那些教師說了兩句說話 或者那個教材 或者那個先生寫了幾句粉筆字 然後你覺得 在裡面你覺得而已 你覺得 今天上了這堂 我想多數也是指歷史 對不對 這句說話 先生講的這句說話 或者這課書 是有 是詆毀中華民族的 是吧 那你就要舉報了 是吧 是吧 怎麼為之抵毀呢 很容易啊 陶先生 如果一個歷史科教師 教這個 雙袖王 酒池玉林 或者教秦始王 焚書坑魚 其實已經在詆毀中國的歷史文化了 因為這些暴君的行為是令人發指的 而且一直以來都認為這種是不值得去學習 或者不值得其他帝王去跟造的行為 所以以後教秦始王和雙袖王 這些全部都可以抓了 對不對 是吧 比如說 譬如說 抵毀和醜化中華民族的形象 他舉不了例 不如我舉例 大家探討一下 你一教到 1919年的五四運動的時候 我們知道五四運動 其中一個所謂的動機 就是這個叫做 北洋政府喪權欲國 所以那時候那幫北大學生提出 要引入西方引入的 向西方引入的叫做德先生和蔡先生 德先生就是民主 蔡先生就是科學 因為這幫知識分子 包括陳獨秀、李大超、胡適 就認為中國在兩千多年 是缺乏這個叫做民主與科學的 請問你教到這些課的時候 你又算不算是崇洋眉外呢 因為民主與科學 一個叫做德 一個叫做蔡都是英文 是吧 你用英文直接的譯音 那那個家長 或者Benz III學校 那個十五歲的小孩子 覺得那個教師在講到五四運動 引入民主科學的時候 慷慨激昏 我覺得那個教師的態度 是不夠中立客觀 我覺得他是崇洋眉外 我趕快舉報了 舉報了就要開檔案 接著就要調查 接著就要落口供 是不是 請問要請多少人手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昨天講到 這個叫做 以後香港有一些體育盛事 凡是要出去 要舉辦這些運動 參加這個運動的時候 萬一要奏國歌 如果要煩國歌必錯 你是不是應該在香港特區 正開一個叫做國歌局 是吧 國歌局呢 又要撥資源 是請局長 是不是 還有 原來你是要運動員 回來要向警方落口供 是不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以後出賽的運動員 就不要贏 不如就刻意輸了他 那些父母都教你 喂 不要滾 一旦又錯國歌 然後呢 你自己沒有辦法 你沒有時間站出來截止 分分鐘呢 是你也有罪 是吧 就是叫默許 那如果這樣 你贏來做什麼呢 是吧 本來無因物何處惹層 不如輸了他 是吧 是吧 所以呢 你日後 這個叫做體育 和教育 都會出現很多新的 我不可以說問題 新的刺激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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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抗美雲都舉例不到 就是說呢 他鼓勵別人去舉報 是吧 這個呢 雙舉的問題 就沒得舉例 不過有得舉報 你說日後 香港的家長 他怎麼看呢 不要說 這個是他自己個人意見 喂 不要縮 我不覺得是他個人意見 是吧 他是這麼高調 在天安門 廣場人民大會堂面前宣示 這個呢 是這麼遠大的宗旨呢 我覺得是極有代表性 像你說的 他是照稿讀出來 是吧 照稿讀出來 不要緊 我們正面思維 也是 其實以前我們在學校 學的那些西洋史 講希臘啊 羅馬那些文明 怎樣撐爛啊 那些都是崇洋眉外的了 以後就只是學中國歷史裡面 全部好東西 是吧 例如我們都講過 什麼好東西 好東西都很難定義 怎麼為之好東西 凡事向正面講 比如說 最簡單的 他們很明顯就是 比如說對於近代史先 鴉片戰爭開始數下去的 去到火燒原明院啊 義和團啊 這些全部已經不能夠再批評的了 因為如果再批評中國 比如說 怎樣實存教士啊 怎樣血腥啊 還有怎樣違反那個條約啊 所以招致戰爭啊 這些這樣的史觀呢 就是 抗美雲所講的 詆毀中華民族 崇洋美愛 所以我相信 當然了 就由學校裡面開始 所有的老師就不能教 這些這樣的角度 也都可能有部分的書籍 無論是教科書還是歷史書 也都不能夠販賣 那現在呢 這些呢 其實在台灣出版 你都見過了 有很多這些歷史書呢 是不可以在香港賣的了 譬如說 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啊 這類這樣的 對於史觀上 有不同的 這些完全在香港就變成禁書了 所以香港人呢 以後呢 反正都不看書的 好像你說 看少些書就算了 不要煩了 所以呢 你看看 阿燙會長 現在這身衣著脫胎換骨 和在殖民地時代 他那種充滿女性嬌媚的形象 女歌聲情情塌塌 你看看他就已經向全香港的教育界 樹林的典範 他自己脫胎換骨 和鯉魚跳龍門呢 就已經成龍成星了 那你說你們應該會怎樣呢 是吧 是吧 最後我們欣賞一下 一個新時代的抗美女同志 是怎樣說話 然後你再對比以前TVB那時候 那些 再坐一會 再坐一會 你就知道 怎樣領導你們現在的香港精英 進入一個新的社會 和你們的精英 是怎樣領導這些盲目的香港市民 和天真無知的兒童 和小學生迎接一個新時代 好啊 習近平主席的全票當選 是眾望所歸 明星所向 也反映了我們全國各族人民 對他的信任 擁護和愛戴 黨的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 把扶貧開發工作 納入五位一體總體佈局 和四個全面戰略佈局 全面打響了脫貧攻堅戰 農村貧困人口大幅減少 區域性整體減貧的成效明顯 貧困群眾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貧困地區面貌明顯改善 脫貧攻堅取得歷史性重大成就 我們有九千八百九十九萬的 農村人口全面脫貧 習近平主席為全球減貧事業 做出了重要貢獻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的支持 風雲高我們希望 繼續和各位攜手邁進 進入第二年 當然希望 最新來的一年是世界和平 很多東西我們的預測 我真的希望我測中 好了 今天的時間就這麼多了 多謝各位支持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風雲高YouTube頻道 是在香港時間星期一至六晚十點播出 星期日會有合集重溫 現在每晚都有超過一萬位觀眾收看直播 每集的收看人次平均超過二十萬 而訂閱人數也向三十萬進發 風雲高是完全免費播放 我們兩位主持人陶傑和白偉聰 就算長途不洩都要坐在一起做節目 目的就是為了盡善盡美 在新的一年 風雲谷會推出頻道會員制 加入的會員 除了專享風雲谷會員專屬影片之外 還會有專為會員而設的特別內容 外景特輯和直播互動等等 而我們亦籌備專為會員而設的限量珍藏紀念品 當然不少得得意可愛的風雲貓 陶先生和鮑Sir親筆簽名的postcard等等 作為對於大家長期支持風雲谷的一點心意 各位想做頻道會員很簡單 你可以在本片的描述欄 點擊最上面的連結就可以加入 而除了剛才提到的會員專享之外 你還可以在直播或首播時段 使用專為各位會員而設的途生sticker 下一階段更加會有爆炸和風雲貓的sticker 而在你的名字旁邊 會有一個很特別的頻道會員分章 這些都是我們對於各位支持者的小小心意 有心有力的朋友 還可以同時加入陶傑Patreon 和霸偉聰衝心直說的Patreon 兩位的Patreon 除了1-6風雲谷的聲音版 各位下載隨時收聽之外 亦有陶先生和鮑Sir更多的文章和節目 和大家細細聲密密撿 我們相信有大家的支持 風雲谷團隊一定能夠越做越好 我們期待和大家一起攜手 翻山越嶺走到黎明來到的一天 再一次多謝大家的鼓勵和支持